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佳佳老师,又到了佳佳老师的私房菜时间了,今天端给大家的这一盘菜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道有趣的题目,有四双同样规格,同样质量的袜子,那么两双是白色的,两双是黑色的,现在呢,有两个盲人都想在这四双袜子当中,想各取一双白色的和一双黑色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盲人呢,是辨别不了颜色的,而同时也没有其他人去帮助他辨别颜色,那么他们如何办才能满足要求呢? 这道题啊,我相信同学们能想出五花八门的办法,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会想了,那我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摸一摸,看看温度高一点的是黑袜子,温度低一点的是白袜子,先不说这个得需要多长时间,你无法在太阳底下晒晕了吗? 而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用这么麻烦,为什么呢?大家有过生活经验,你的袜子新买出来的是什么样子呢? 是东一只,西一只吗?如果这样的袜子卖给你,我相信你也不想要,对不对? 我们的袜子一定是成双成对,中间有个线连着的,而现在有四双袜子,有两双是黑色的,好吧,这两双中间有个连线,每一双的两只之间是有连线的,同时呢,还有两双是白色的, 那么这两个盲人最后实际上每个人是不是都需要取两只黑袜子和两只白袜子,那也就是说,他需要把所有的袜子进行平分 而这个平分的过程,那可就比较简单了,拿过一双袜子,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但是可以两个人啪,一人一只,接着再来拿一双,啪,一人一只,那这样他们就把四双袜子进行了一个完全的平分 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到最后,每个人都是两只白袜子,两只黑袜子,各有一双呢? 所以同学们,这种袜子中间有一个小连线,这种小的生活常识,却能够帮助你解决这道题目呢? 听完了佳佳老师的私房菜之后,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图形分割的题目当中 那在前面的题目呢,我们只要学习的是把一些规则图形等分,或者是过它的中心点, 然后把它分成形状相同,或者是面积相同的两部分 那么接下来咱们课程的,今天课程的后半部分,那我们主要来研究的是关于小格的等分内容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下图是一个三层次的方格纸,也就是这里面的每一个小格都是一个小的方格,也就是正方形 那么现在呢,请同学们用四种不同的方法,把它分割成完全相同的两部分,要看好题目的要求哦 那是我们要把这个三层次的方格纸,要分成完全相同的两部分,而且要保持每一个小方格的完整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说第一个,我首先要保证我把这个图形最后比如说分成了两个部分 这两部分给长的是一样的,对吧,你可能经过旋转啊什么对称等等无所谓,但最后他们俩能够完全重合 那第二个就是你在裁点的时候或者分割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每一个小方格的完整 换句话说,你能不能这咔来一刀 嗯,这肯定不行,这小方格就被你残忍的分开了,对不对 OK,好了,那在这里同学们要注意这样的两个要求就可以了 其实对于这个题目来讲,如果没有这种四种不同的方法 就只要求你把它分成两个完全相同的形状,然后保持小方格的完整 相信这个对我们同学来讲,那应该是再简单不过的一道题目了吧 怎么做就可以了 就中间切一道 OK,是横着还是竖着 竖着 小字分成两部分,就意味着一个部分要有六个小方格 那OK,左右解验一下,各自有六个,就OK 这个特别完美,对吧,Perfect,这些就搞定了 嗯,好了,又讲了一下音乐,对不对 好了,但是现在这道题目呢,你看加了点难度 咱不能只有一种分法 我们要给同学们,要同学们给出四种不同的分法 那除了这样一个特别容易想到的分法之外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分法或者其他的分法 我们怎么样去寻找呢 那第一个,咱们要始终记住的一点 那就是要分成的是完全相同的两部分 所以无论你最后分成的这个部分长什么样 这个部分一定要由几个小方格组成呢 6个 一定是要由6个小方格组成的 这一点同学们要时刻牢记 这个可不要忘记了 那第二个,既然我们已经很容易能够想到 从中间画一刀,把它分成左右两个完全相同的小长方形 这个方法既然已经想到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不妨以这个分法为基准 我们再来去研究还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分法 那同学们看得出来 这个分法左右两边分成的图形本身是不是就非常的漂亮 是两个长方形,各自有6个格子 那接下来我们要采取的其他的分法 就以这个为蓝本,那可能要稍稍破坏这个图形 比如说对于左边这个长方形来讲 它可能被别的图形拿走了一块 然后它再从别人那里抢过来一块 先保证我有6个格子没有发生改变 是不是就OK了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对于左边这个图形来讲 我从右边这个图形的这儿 我抢走一个小格子 那接下来那这样的话 我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不是就有7个格子了 那这很明显 那另外一个图形只有5个格子 这肯定不可能保证是两部分 那就意味着右边这个是不是也要还击啊 对不对 从我这抢走一个格子怎么能放过你呢 那怎么办 我再抢回来 当然了有可能我抢回来的还是这个 好吧 那你抢过去我要抢回来 好吧最后一分 我跟刚才一分吧 是一样的 但同样的也有可能这个没有办法抢回来 但我怎么样呢 我抢它的另外一个地方 但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我们要保证它的图形是完全相同的 那大家想一想 对于这个图形来讲 我能不能抢这一块呢 不行 你看如果抢了这一块 那么我左边这个图形 相当于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右边这个图形 相当于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这我们看一下 这俩图形能长得叫一样的吗 这好吧 这个差得好远 对不对 那要抢的话 那这个不能抢 那我们可以试着再抢谁呢 我们再抢上面这个格子 那这样抢完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 左边这个图形 相当于是不是有三层构成了 第一层有一个格子 第二层有两个 第三层有三个 相当于是不是就是 这样的一个图案了吧 而右边同样抢回来了之后 它是不是相当于变成了 上方应该有三个格子 然后接下来第二层有两个 最下面这一层应该有一个 那你发现把它倒过来 是不是应该跟我左边这个图形 就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又找到了一种分法了 那同样的 那我可以从这抢一个 那我还有可能从你这抢走两个 或者抢走三个等等等等 那么在抢的过程当中 那我从你这抢走几个 那自然对于另外一个图形来讲 是不是要有从你这里抢走几个 那么抢完之后 再保证这个图形是完全一致的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这样的题目来讲的话 第一种方法是非常容易给出的 那就是以中间这条线为风格线 我把它分成左右两边 完全相同的两部分 然后接下来以这种分法为蓝本 我们破坏左右两边的图形 也就是把手各自伸到 对方的这个地价当中 绕几个方格 但同时仍然要保证 最后每个图形都是由六个方格 组成的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最后我们同学们可能根据自己的 不同的这个抢劫的方式 我们可能会得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分割方法 那么在这里 大海老师就给出其中的几种分法 仅供参考 那当然也希望各位同学 一定要先自己去画一画 研究研究 就像我们这一课最开始的时候说的 一定要自己去动动手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最终的分法应该有哪些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黑板当中所给的分法了 首先要保证分成的两块 每一块都有六个小格 然后记者分法如下所示 第一种是最为简单的 从中间竖着牵一刀 分成左右两个长方形 然后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从这边抢一个 然后我回敬一个 这样子的话 变成了这样一二三的排布方式 那当然我还有可能会抢两个 变成了这种有点像L型的形式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分法 比如说我是这样子来抢 抢走了三个 那或者是这样子来抢走了两个 等等等等 那无论是什么样的分法 我们都只要保证 每个图形有六个 而且你从对方那抢走了几个 那么对方也要从你这儿抢走几个 并且他们的位置保持一种中心对称 或者是轴对称的辞路 那么基本上这个图形分完 就一定是符合题目要求的了